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哥 你变了 宋星辰那个女人 那样子 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资料准备得怎么样了 把顾客的亲身经历 和国内市场环境结合起来 也许能凸显我们店铺的优势 我需要在脑子里多过几遍 那你就再多过几遍 等着我的美味给你加油吧 苏队长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 今天陆全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问什么 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算不算是你的男朋友 真是个钢铁职员 这个时候还问这个问题 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 我决定好好考虑一下 还要考虑 你还考虑多久啊 你觉得呢 给你点时间自己好好想想吧 好 笨蛋 我去一下修理 媛媛 你怎么来了 苏清澈 是不是喝醉酒了 孟楠呢 陆清澈 你知道她到底是做什么的吗 她是问女性内衣的 吃你喝多了 别闹了行吗 我没喝醉 小点事 我特意来找你的 你要干什么 你说我哪里比不上董星辰 我比她年轻比她好看 我有那么多粉丝 小点事 那么多也行啊 你别闹了行吗 不行 别闹了 不要 我现在给孟楠打电话上再接你 没有 没有 我今天哪里也不去 我就住在这儿 行了 你别闹了行吗 你 七岁那年 你第一次欠我的手 别闹了我不知道 十岁 初假刚结束的时候 你每天背我下去 那是因为你腿断了 十五岁 你为了保护我 一个人打了三个小问候 因为那些都是你找来的演员 哥哥 你变了 宋星辰那个女人 那样子 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宋星辰 我 你怎么也在这儿 这个地方是你来的吗 宋星辰 你听我解释 我变了 宋星辰 你先别走行不行 宋星辰 你先别走行不行 宋星辰 你放开我 你别走啊 宋星辰 我这两天很忙你 还是先照顾他吧 宋星辰 你能不能松开我 宋星辰 宋星辰 你放开我行不行 你放 你 你快点